这是一起神秘的撞击事故 民航客机正在行驶时 刚才还空旷的上方 竟突然出现一架飞机 机长来不及反应 客机瞬间受损 3号4号引擎被迫关闭 但一转眼的时间 那架神秘飞机又消失不见 然而客机已经完全失控 副机长准备通知乘客 其料客舱内的乘客居然已经尽数死亡 副机长刚刚报告 飞机就已经落地爆炸 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这起重大事故惊动了整个美国 于是中情局专门派来专家卡尔 前来调查坠机事件 记者早已等候在机场 卡尔根本不想回答 急忙乘坐直升机来到事故现场 现场的惨烈景象 让身经百战的卡尔也忍不住惊愕 却在此时 物理学家严靖博士竟然也来到现场 面对卡尔的疑问 博士声称自己对这起事故感兴趣 就自顾自地接受记者采访 不久后 飞机的黑匣子被找到 卡尔回到临时办公点 飞机的残骸正逐步被转移到此处 卡尔找到了塔台工作人员 询问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 工作人员此时神情恍惚 他告诉卡尔 自己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 免不了有些失神 但就是那一瞬间 雷达上突然出现了另一架飞机 他急忙通知机长转向 可惜为时已晚 随后事故就发生了 卡尔眼看从他这里得不到线索 决定从飞机残骸入手 次日一早 他便来到工作地点 卡尔一转头 恰好看到了一名美女服务员 他想要一杯咖啡 但美女看到他后 瞬间脸色大变 随后逃离此地 卡尔也有些莫名其妙 经过工作人员的努力 黑匣子的信息终于被破解 卡尔带着手下研究 却在此时 之前的美女服务员赶到 给众人送上咖啡 卡尔被打扰刚想发怒 一转头看到美女 怒火瞬间消失 直到美女离开 卡尔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 手下都明白了什么 卡尔只好让人把录音重新播放 他们听到了副机长的声音 声称在飞机坠毁前 乘客们就已经全部身亡 并遭受了灼伤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表示不幸 卡尔也是无奈 目前找不到任何线索 他再次来到现场 而研究人员告诉他 还有更离奇的事情 一名乘客的手表 时间居然在倒计时 卡尔本以为这只是被损坏 然而同样的情况不止一个 所有的手表都在倒计时 难道时间会倒流吗 卡尔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晚上 中情局举办记者发布会 面对记者的多方提问 卡尔根本回答不上来 毕竟他们目前毫无线索 奇怪的是 那位美女服务员也同样在现场 就在此时 眼镜博士突然赶到 并问起卡尔 现场应该发生了神秘事件吧 卡尔自然不会正面回答 博士仿佛发现了什么 直接说出 神秘现象应该跟时间有关 卡尔只能搪塞过去 疲惫的卡尔准备回酒店休息 就在他乘坐电梯时 再次遇到了美女服务员 由于电梯故障 两人还来了个亲密接触 他们仿佛跟对方一见钟情 很快共度粮消 卡尔这才知道 美女名叫露西 到了深夜时分 露西悄悄打给酒店前台 取消了卡尔的叫醒服务 次日卡尔醒来后 急忙穿戴衣服准备上班 露西却在此时开口 希望他不要再调查下去 可这毕竟是卡尔的工作 他只能无情拒绝 卡尔刚出门 发现钱包没带 当他回到屋内时 却发现露西已经消失不见 时间只有短短的数秒 这让卡尔万分疑惑 更奇怪的是 卡尔试图寻找露西 却得不到他的任何资料 他只能将精力投入工作中 到了晚上 卡尔依然留在库房查看残骸 就在此时 他突然发现残骸中闪烁红光 卡尔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个神秘物体 他把物体拆开 里面的结构他从未见过 卡尔轻轻触摸 起了自己突然被一阵电流击倒 很快仓库内突然出现三名女子 其中一人正是露西 奇怪的是 他与之前的样子判若两人 也并不认识卡尔 他们拿走了那件神秘物体 卡尔被电流麻痹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消失在一片蓝光之中 原来露西三人来自一千年后 未来的地球由于污染严重 导致人类失去了生育能力 为了种族的延续 他们尽尽全力发明了时间机器 试图从过去找到办法挽救 露西三人正是时空旅行者 他们在机器人的陪同下 来到首领面前 那件神秘武器正是他们的武器 得知武器险些遗失在过去 并且还差点害死了过去的人 首领把他们训斥了一顿 就在此时 工作人员检测到了时空振动 众人只能站好接受冲击 首领猜测 这次的时空振动 很有可能跟卡尔有关 于是立刻让手下调取时空镜像 发现在露西三人走后 卡尔终于恢复了过来 并大声呼喊露西的名字 这让众人震惊不已 卡尔怎么会知道露西 除非他们之前就相识 露西此时却并不知情 也就是说 这是即将发生的事 露西必须回到前一天 结识卡尔 否则就会引发时空悖论 露西正在疑惑之时 他们又有了新任务 那就是回到1963年 一架即将失事的飞机上 露西与伙伴们穿戴好衣服 假扮成空姐 与此同时 在1989年的卡尔 也意识到了露西的不同 于是前往眼镜博士的讲座 试图打探些情报 博士对于时空穿梭十分痴迷 并详细讲述了时空悖论 如果一个人穿梭回过去 他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可能就会引发未来的大变动 卡尔听的云里雾里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一千年以后 的确有着这么一群人存在 露西一行人准备就绪 成功穿梭回1963年 并利用武器电晕了空姐 悄悄替换了他们 紧接着 露西和同事们开始电晕乘客 其料一名杀人犯劫持了人质 试图见到机长 露西的同事走上去制止 准备将其电晕 不料杀人犯紧张下开了枪 同事腹部中弹 武器也掉落在地 露西忍无可忍 直接用武器将杀人犯干掉 一名少年尚情安慰 却同样被露西电晕 就在此时 时空隧道在机舱内打开 露西立刻招呼乘客们 跟着他进入未来 乘客们惊喜地发现 有一批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正缓缓走进机舱 并替代自己的身份 等乘客替换完毕 同事们在飞机上安装炸弹 原来这就是未来人 延续种族的做法 他们查询历史 找到失事飞机 并悄悄将遇难的乘客 转移到未来 再用没有意识的克隆人代替 既定的灾难发生后 克隆人全数死去 乘客们就成了漏网之鱼 这样便不会引发时空悖论 受伤的同事告诉露西 自己的武器一落在飞机上 露西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刻回去搜寻 却一无所获 眼看炸弹就要爆炸 露西只好无功而返 事后他来到议会 寻求长老们的帮助 长老们已经跟超级计算机合体 经过他们不断的运算 并一致决定 为避免引发时空悖论 露西必须再一次回到1989年 并与卡尔结实 露西只好接受了任务 他回去以后 刚好是卡尔着手调查案件时 露西还没想到怎么跟他接触 所以才慌忙地跑开 他接着送咖啡时 准备跟卡尔搭话 却因为卡尔正在工作不了了之 露西从未与人如此交际 只能求助于首领和机器人 机器人根据电脑计算 给他送去了性感服装 露西只好接受 他算好时机 恰好跟卡尔在电梯偶遇 并利用机器损坏电梯 来了个亲密接触 两人走出大门 露西提出开车回去 从未开过车的露西 显得十分兴奋 要不是运气好 早就出车祸了 两人来到饭店吃饭 未来的饭菜远远没有现在好吃 露西吃得十分开心 两人很快回到了酒店 经过这一晚上的约会 他们早已互生情愫 卡尔忍不住吻了他 露西也是第一次谈恋爱 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四日一早 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 开始劝说卡尔放弃调查 眼看他并未答应 于是露西趁着他离开 通过时空隧道回到未来 所以卡尔才会找不到露西 露西回到未来 只觉得十分伤感 他通过时空镜像 观察自己走后发生的事情 卡尔回到总部汇报工作 他提起自己发现的神秘物体 却被三个神秘人带走了 卡尔声称 他们能到达任何地方 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时空的人 卡尔的这番话太过惊奇 上司们根本不信 只当卡尔精神出了问题 卡尔此时丝毫不担心 他明白 只有眼镜博士 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于是趁夜来到博士家中 把露西的事情全部告知 博士十分机智 发现了其中的盲点 也许露西现在今天 见到了卡尔 发现他认识自己 所以才穿越回昨天 与卡尔相识 也许露西就是时空穿越者 博士说罢拿出一枚武器 卡尔一眼就看出 这跟自己发现的神秘物体 一模一样 博士声称 1963年的纽约飞机事故 这东西在飞机残骸中被找到 卡尔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那场事故的 唯一幸存者 也就是那名被电晕的少年 卡尔终于回想起 自己少年时就曾见过露西 博士十分开心 对卡尔来说 这是跨越25年的重逢 但对露西而言 他们才刚刚认识 就在此时 两人面前突然出现一道蓝光 露西从其中走出 卡尔忍不住内心的思念 立刻上前与他拥吻 露西说明了全部的真相 并试图拿回那件武器 博士正在把玩时 不慎触发了武器 导致他当场身亡 就在此时 时空隧道再次打开 卡尔决定跟着露西离开 两人回到未来 发现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 原来 博士本还有六年的寿命 却因为武器而提前身亡 导致时空悖论被引发 未来时空即将消亡 长老们疯狂运算 得出一条结论 只有把之前带来的乘客们 送往遥远的未来 才能争取一线生机 首领遵从命令 将时光机器的功率调到最大 自己则被电流当场击杀 其他工作人员则迅速解放乘客们 让他们进入时空隧道 眼看现在的时空越来越不稳定 长老们明白 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 纷纷选择了自杀 与此同时 乘客们也终于全部进入 露西让卡尔也进入其中 毕竟他来自过去 不能死在未来 卡尔却坚持要露西跟自己一起 露西正在担心之时 机器人让他大胆尝试 随后目送两人离开 自己则跟未来时空一起消亡 美国爆发一种传染病 一个女孩突然眼冒蓝光 手中的杯子剧烈摇晃 随后就倒在了地上 然后越来越多的孩子相继死去 这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疾病 全国已经有90%的儿童病发死亡 无数的家庭陷入了恐惧和痛苦之中 而幸存的孩子们一夜之间拥有了特殊的超能力 为了安抚国民 总统说他的儿子克兰西也中招了 在接受治疗后 病情有了好转 科学家们也正在研究解读剂 这让许多家庭看到了希望 主人公陆比原本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生日当天还收到了父母送给他的钥匙链 他还没有传染上疾病 半夜他爬上床安慰母亲 但是当他碰到母亲的手时 突然眼睛闪过橙色光芒 第二天起床后 母亲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了 还把他的情况汇报给疾病防控中心 据这样 陆比和其他儿童幸存者 被送往政府专门设立的集中营 这里的管理完全是军事化的 士兵押送了这些孩子们 所有新加入的儿童都要先进行颜色测试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变异等级 最低级别是绿色 这些孩子智商极高 其次蓝色可以隔空一物 金色则可以控制电流 而红色和橙色的情况十分罕见 他们也是最危险的等级 一旦发现就会被处死 当医生发现陆比是危险系数最高的橙色时 当即就要杀掉他 原来橙色可以控制他人的思想 陆比刚刚进来时 他就看到一名少年操控士兵开枪自尽 而这名少年正是橙色等级的 陆比连忙起身逃跑 心急之下他控制医生 让医生把自己改成了绿色 就这样集中营里孩子们根据颜色隔离 被分配做着体力劳动 只是红色和橙色的孩子都被处理掉了 除了陆比 他隐瞒身份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六年时间 可是只终究包不住火 在一次亚原子频率测试中 陆比晕了过去 他的橙色等级也因此暴露 好在医院的护士凯特帮他隐瞒了过去 在军方动手之前 陆比在凯特的帮助下乘上汽车逃跑 而凯特正是儿童联盟的人 专门营救这些被困在集中营的超能力儿童 尤其是像陆比这种橙色等级的 他交给陆比一个追踪器 一旦他遇到危险时启动追踪器 儿童联盟的人就会赶来 凯特和他的同伴在一处便利店会合 但是陆比不小心触碰到那位同伴 他感应到他们在十分粗暴地抓走孩子们 陆比害怕极了 他连忙走到便利店里换好衣服准备逃跑 无意中发现一个小女孩 女孩摘下手套控制电流 这引起了凯特他们的注意 陆比连忙跟随女孩的脚步追了上去 在凯特追上之前坐上了一辆货车 货车上有三个人 开车的是利亚姆 她是蓝色等级 而那个可以控制电流的女孩名叫阿珠 是这里年龄最小的 还有一个绿色等级的查尔斯 听说陆比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 利亚姆立即带着陆比上路 途中遇到了追踪者的追捕 凯特和他的同伴也在此时追了上来 利亚姆让陆比代替他开车 他自己跑到货车后面 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操控路边的树木来阻止他们的追捕 成功将他们甩在身后 逃脱后 陆比想要回到自己的家 利亚姆想让他和他们一起同行 前往河东营地 那里有很多孩子在居住 据说有一个橙色儿童的领导者 陆比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不过出于防备 他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 路上利亚姆告诉他 儿童联盟不会真正的去帮助他 他们只是在利用这些儿童的力量 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另一边 六年前放过陆比的医生 也被集中营里的人残忍处死 晚上 陆比他们在一家宾馆住下 利亚姆来给陆比送袜子 两人在相处中渐渐有了好感 睡觉时 陆比无意中碰到了阿珠的手 他感应到阿珠的回忆 原来利亚姆带领一群孩子们 从集中营里逃了出来 过程中他救出了弱小的阿珠 对阿珠来说 利亚姆是可以依赖的哥哥 第二天天亮 阿珠递给陆比一条红色连衣裙 陆比害羞地穿上 利亚姆看到他的装扮也很羞涩 就在两人聊天时 追踪者赶来 陆比利用超能力控制他们驾车离开 这奇怪的举动 让利亚姆感到很疑惑 在一路的相处中 四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他们来到一处废弃的商场开始购物 补充路上的物资供给 正当他们购物时 陆比和利亚姆注意到一处标志 原来是另一群超能力儿童 他们利用控物能力 把两人腾空越起 幸亏阿珠及时赶来 控制商场里的电流 冷静下来开始谈判 得知利亚姆他们不是追踪者 他们允许四人在这里留宿一夜 并与他们共享食物 利亚姆想从他们口中知道 河东营地的位置 起初他们并不想说 因为那里有严格的保密规定 但在陆比的操纵下 他们还是知道了EDO的线索 半夜 陆比和查尔斯探讨线 EDO到底是什么意思 查尔斯想到了收音机的频率 果然他们听到了 营地的位置信息 天还没亮 他们就起身出发 途中他们到达陆比曾经的家 陆比一直喊着要回家 现在他们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陆比很不确定 因为他心中清楚 父母早就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回去也是徒劳 站在房子门口 陆比没有走进去 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家了 他向着远处跑去 路上掉落了父亲 曾经送给他的礼物 恰巧这时利亚姆赶来 他把他掉落的东西重新还给他 利亚姆对他的经历表示理解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失去家的孩子 现在路比并不孤单 有利亚姆这些朋友们陪着他 路比感动不已 两人的距离也渐渐靠近 就在他们快要亲上时 路比及时脱身 他不想让自己的超能力伤害到利亚姆 两人重新回到货车 就在这时 追踪者突然袭击他们 把利亚姆等人绑了起来 他要把他们几个重新带回集中营里 路比再次启动超能力 操控他放下枪 自己一个人走进森林里 一直走下去不要回来 做完这一切 路比筋疲力尽地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他听到利亚姆和查尔斯的争吵 他以为两人在责怪他隐瞒身份 一气之下就要自己独自行走 没想到他们只是在讨论小货车的事 从第一天起 他们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众人休息好后准备行李出发 徒步前往营地 穿过草原铁路 四人终于来到营地附近 这时四周冲出来拿着枪的一群人 其中一个人认出了利亚姆 他是利亚姆曾经的一个朋友 所有人解除装备 带着他们到达营地 果真如传言中所说 这里有许多孩子 这里的孩子不分等级 比集中营里快乐不少 他们见到了这里的领导者 也就是克兰西 他是总统的儿子 是橙色等级的儿童 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晚上孩子们在开篝火晚会 利亚姆邀请路比一起跳舞 路比情窦初开 小心翼翼地抱着利亚姆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克兰西也在一边看着他们 第二天路比找到克兰西 克兰西告诉他 自己被父亲当成小白鼠的经历 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解药 那只是政府骗取民众信任的一套说辞 克兰西根本就没有痊愈 政府很害怕这群儿童的力量 为此一直在打压 所以他们更要团结起来 把自己的力量运用在正确的地方 之后的几天里 克兰西在教路比如何支配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想法植入到别人的脑海中 克兰西进入到路比的记忆里 他发现路比把自己从父母的记忆里消除了 所以父母才不认得路比 路比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克兰西安慰他会找到方法改变一切 也许是同为橙色儿童 两人惺惺相惜 在门外的利亚姆看到了这一幕落寞离去 路比找上利亚姆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路比在追利亚姆的途中 发现了在河边坐着的查尔斯 这些天查尔斯并不开心 他好像又回到了集中盈利的生活 如以前一样被迫干活 他想回家和父母联络 可克兰西并不是什么好人 他在悄悄地执行自己的统治计划 这时路比赶来 他想要借用克兰西的电脑 帮助查尔斯和父母联络 作为交易条件 克兰西想要进入路比的记忆里 他想要知道能消除他人记忆的方法 结果最后克兰西想对路比欲行不轨 路比及时清醒过来 推开了他 悲愤地向树林跑去 恰巧利亚姆看到了 德真女友被克兰西欺负 气得要去揍克兰西 路比及时拉住了他 他想要逃离这个鬼地方 他们想走就走 拉上阿珠和查尔斯 就在私人要走时 克兰西带着士兵赶了过来 他控制了利亚姆 还把自己的父亲关在了监牢里 他喜欢路比 想和路比一起统治整个世界 可是路比却想和利亚姆一起逃跑 在愤怒的驱使下 他狂揍利亚姆 路比不忍心看到他这个模样 在祈求克兰西无果后 他运用自己的力量和其他人一起逃出去 而外面直升飞机下来了很多军人 克兰西控制着一群红色儿童们 红色儿童的攻击力很强 口中喷出火焰 点燃了帐篷和草地 孩子们四散逃跑 看到路比四人 随即就向他们走来 利亚姆及时出手挡住了火焰的攻击 红色儿童也被移动的大货车压在下面 这时四散的孩子突然跪地 原来克兰西又控制了他们 路比让利亚姆他们先走 自己与克兰西独自对抗 克兰西这时已经丧心病狂了 他急切地想进入路比的记忆里 把路比的记忆删除为他所用 路比控制头上的直升机 直升机坠毁爆炸 查尔斯及时赶来救走路比 他们滚到了山坡下 查尔斯受了重伤 第二天天亮 利亚姆也赶来 无奈之下 路比只好寻求儿童联盟的帮助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们必须借助儿童联盟的力量 来打败克兰西他们 可是利亚姆必须得离开 他知道儿童联盟的许多事情 儿童联盟是容不下他的 陪着路比 路比与凯特他们谈判 以自己留下作为条件 换取利亚姆的离开 凯特给他时间与利亚姆谈谈 路比从背后深情地抱着他 诉说着两人的心事 在拥吻下 路比删除了利亚姆的记忆 把他自己的所有回忆都清除了 利亚姆变得不认识路比 对他来说 路比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背上背包离开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路比有说不出的感受 他没有办法 但是必须得这么做 而他自己 也成为了儿童联盟的统治者 联盟里的儿童 也将跟随着他一起 对抗克兰西的军队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胜利终将属于善良的人们 至此影片结束 在埃及金字塔 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原始社会 外星人光临地球 他们被称之为地狱判官 带给地球文明物质 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是同样 他们也是贪婪的 想要因此霸占地球 法老和太阳神 一起反抗地狱判官 将他们囚禁于金字塔的地牢之中 从此地狱判官变成了神话 仍然有人信仰着他们 埃及公主就是其中之一 她拼死生下自己的后代 而这个孩子 命中注定会打开地牢 法老制作了一把天堂之药 将地牢里的秘密牢牢锁住 还把所有知道地牢的人 全部杀光 这样地狱判官就再也回不来了 千百年过后 人们依旧在探索金字塔的秘密 阿德勒是挖掘金字塔的 一名研究人员 他的老师是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博士 负责金字塔的研究工作 金字塔一直由马斯顿指挥挖掘 他也是金字塔的狂热爱好者 极力想探索出金字塔的秘密 让博士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入口 钱并不是问题 在术户中有人把他的手杖偷走了 转头把他交给了一个商人 商人走进了一家古玩店 店家那里有传说中的天堂之药 有很多人正在寻找这把钥匙 只要他愿意出个好价钱 店家自然愿意买 他从柜子里拿出珍藏已久的宝物 历经千年 天堂之药仍旧金光闪闪 商人仔细端详着 生怕有什么差错 店家表示 卖个双倍的价钱 商人心中自有分寸 拿出手杖举到店家面前 按动按钮 手杖里突然抽出一把刀 店家避闪不及 转眼便领了盒饭 商人不费分毫 便得到了这无价之宝 他神色平静地离去 一会儿过后 马斯顿也来找店家 却只看到了 倒在血泊之中的尸体 商人知道他会来找店家 打来电话威胁 那把杀人的手杖 可有马斯顿的指纹 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他以这个为筹码 要加入他们的组织 否则将把手杖送去警察局 马斯顿无奈没有办法 另一边金字塔外 沙漠风暴来袭 工作人员催促博士赶紧走 博士还有探测任务没有完成 但也只好收拾资料离开 眼看着风暴逼近 所过之处狂风四起 自己深陷谋杀之事而烦恼 他来到预言之女那里寻求帮助 巫女说道 风暴并不是偶然 金字塔的秘密也即将揭开 天堂之药地狱判官 与此同时 他也预言到马斯顿最终的结局 不过马斯顿没有听他多说什么 转身离去 博士已经找到通往金字塔内部的入口 马斯顿通知其他人准备好 这次机会来之不易 必须得把握住 博士日夜不休翻译石碑上的文字 看到老师一大把年纪如此劳累 阿德勒主动提出送老师回家 经过好几天的工作 博士显然身体快撑不住了 阿德勒本想推迟几天 可博士知道马斯顿的性子 推迟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也只好勉强安慰学生 此时马斯顿正在酒吧与商人见面 被抓住了把柄 心中自然不好受 避开了商人伸出的手 商人想要的很简单 保护自己在埃及的投资 如果传说是真的 那金字塔里将会有手不尽的财富 因此他想和马斯顿一起去 马斯顿言辞拒绝 商人再三以坐牢恐吓他 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阿德勒来接老师 可老师一直没有回应 他上楼查看 发现楼上一直在漏水 发现博士身体不适 这次的探险任务恐怕去不了了 于是他便让学生阿德勒代替他去 阿德勒很为难 生怕自己没有能力 最终还是答应老师的请求 另一边 马斯顿的女儿萨拉来见父亲 他也是团队中的一员 一直以来因为母亲的死 和父亲有着隔阂 在出发之前 他要为母亲去扫墓 母亲一手把他带大 从小便和他讲着埃及公主的故事 阿德勒也来到山庄 萨拉一直在寻找博士的身影 因为博士算是团队中 比较重要的角色 阿德勒很为难 博士没有办法出席 只好与萨拉解释 萨拉认为阿德勒并不够格 阿德勒无奈只好开车离去 萨拉把此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认为既然博士无法出席 那他的学生阿德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过了一会儿 萨拉打电话道歉 希望阿德勒能一起去 历史里团队所有人都急起了 不过还是有人在质疑阿德勒 面对他人的嘲讽 这次萨拉替阿德勒说了好话 阿德勒也渐渐注意到了萨拉 众人为这次的探险干杯 预祝探险顺利 马斯顿决定在破晓时分进入金字塔内 今天晚上先在外面扎营 晚上营地里萨拉来找阿德勒 他向阿德勒诉说了自己的烦恼 父亲一生投身于金字塔事业中 对女儿并不关心 从来没有抚养过自己 母亲也死于金字塔中 死因不明 这也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阿德勒很耐心地倾听着他的诉说 两人的心也才慢慢靠近 破晓时分 阿德勒阅读门口上的文字 石碑上警告 只有神选之人能获得永生 其他进入金字塔里的人都得死 马斯顿神色坦然并没有在意 带领所有人砸开古墓的大门 由于没有其他入口可以进入 只能把写着古埃及文字的大门砸坏 可惜了这些遗迹因此毁坏 阿德勒看着很是心疼 里面进去一看 密密麻麻都是马蜂 马斯顿命一名士兵砸开马蜂窝 其他人全部去外面躲避马蜂 小哥兢兢业业的一个人去砸 萨利不小心踩一个马蜂窝上 双脚陷在里面 阿德勒连忙抱着他出去躲避 而那个小哥可没那么幸运了 砸出一条道路后 自己也倒下了 马蜂进入了他的身体里 来不及救治便死了 另一名士兵拿着喷火器驱赶马蜂 众人顺着开辟的道路进去 里头便是一个密闭的房间 商人看着石台上的雕像 出于好奇便拿起来看看 没想到石门立即紧闭 随即砸死了一名士兵 马斯顿立马喝止 把雕像放上去 石门又重新开启 这时有人因为害怕想回去 马斯顿担起领导的责任 劝导大家齐心协力 找到进去的道路 众人小心翼翼的在石板上一步步移动 每一步都那么惊险 稍有不慎就会有危险来临 跨过石板他们来到避雪里 上面写满了古埃及文字 众人试图在其中找到进去的途径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 里面死去的木乃伊正在复活 而他的复活便是地狱判官的御史 阿德勒也发现了其中的机关 他联合其他人推开石碑 果然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 顺着通道里面的东西令他们惊叹 有古埃及的壁画 还有各种黄金制品 推开棺材 他们发现了传说中的埃及公主 前年过去早已化为白骨 马斯顿可不管什么埃及公主 把她随意丢在一旁 利用天堂之药打开棺材下面的通道 她来到这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黄金 而是为了里面更深层的秘密 通道内黑漆漆的像是迷宫 众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伤人意识到自己被戏耍 冲上来找马斯顿理论 不小心踩中机关 石门瞬间关闭 这下唯一的入口也没了 他们也只好原路返回寻找另一条路 阿德勒拿着打火机发现异常 在地下火光闪动异常 果然在地下挖出了一条通道 他们顺着地下进去 地下很高 有一条长长的楼梯 而此时又有一名士兵不小心衰落而死 团队又损失了一名成员 阿德勒正在与其他人讲话 这时一名成员突然发狂 与阿德勒打了起来 事后他承认自己突然被控制 因此失去了理智 这里的环境非常诡异 复活的木乃伊正在向他们慢慢靠近 他们来到一处学木 里面的木乃伊成排地站着 像是三体中的脱水人 这便是沉睡中的地狱判官 千百年来一直被封印在这里 正当他们观看时 木乃伊靠近抓住了萨拉的脖子 众人见状上前帮忙 阿德勒及时从背后穿过解救了萨拉 其他人拿枪射击木乃伊 可木乃伊似乎刀枪不入 一步步靠近把一个人甩了出去 木乃伊的力气很大 可以轻松把人举起摔死 其他人赶忙寻找出路 终于他们在墙壁上发现入口 在木乃伊到来之前成功跑了进去 马斯顿看了商人一眼不想管他 商人差点来不及进去 萨拉对父亲冷血的行为感到很愤怒 可马斯顿根本不管什么人命 他只想要得到里面的东西 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 即使是他的女儿也一样 他们发现里面有一座银色的大门 阿德勒按动按钮 一道金色的光芒闪现 地狱判官的宝座就在里面 而启动宝座的钥匙就是萨拉 因为萨拉的母亲有着埃及公主的血统 当初马斯顿就是因为这个才娶了她 当年她的死并不是意外 与马斯顿脱不了干系 马斯顿一直想获得地狱判官的力量 来获得永生 如今萨拉自然就成了帮助她的钥匙 穆乃伊很快就赶来了 中人联盟进入关闭了大门 马斯顿的手下把萨拉推到宝座上 阿德勒想要阻止 被她用手枪威胁着后退 马斯顿需要萨拉的血打开机关 她与萨拉一起坐在了宝座上 阿德勒担心萨拉的安危 上前冲去 手下毫不犹豫开了一枪 好友为帮阿德勒替她挡了一枪 自己却因此丧命了 原来当初萨拉的母亲不愿意合作 所以才丧命于金字塔中 萨拉这才得知自己的父亲 竟如此冷酷无情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萨拉的血成功让地狱判官复活 宝座上方浮现出蓝色光芒 形状相似金字塔 金字塔上方与宇宙相连 刹那间所有机关启动 好友临死前嘱咐阿德勒 一定要阻止这一切 金字塔上方射出一道聚光通向宇宙 就在他们即将成功之际 阿德勒打败马斯顿的手下 走向萨拉的身边 把萨拉的束缚解开 没有了萨拉的血 机关自动关闭 萨拉挣脱束缚后 第一件事就是开枪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的眼神果敢丝毫没有犹豫 马斯顿死了 而金字塔由于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巨大力量 已经支撑不住即将倒塌 来自外星的地狱判官 倾刻间化为灰烬 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倒了下去 阿德勒拉着萨拉逃了出去 博士也赶到了 看到倒塌的金字塔 很是为自己的学生担心 幸亏阿德勒和萨拉 还有其他人从里面逃了出来 劫后余生两人终于定情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不过外星文明从未消逝 就像《欲言之女》所说 他们就在那里等着回来 女友因意外身亡 为了死去的女友活过来 男人发明出时间机器 穿越到过去去改变历史 男人名叫亚利 他是一个19世纪的科学家 研究时空旅行的相关理论 在旁人看来 这些理论稀奇古怪 不切实际 不过亚利从未在意别人的目光 专心自己的研究 在爱情里也很甜蜜 她有一个女友爱马 当天晚上她和女友约会 她准备好戒指 打算向爱马求婚 两人在公园里散步 亚利把戒指给女友戴上 女友也同意了她的求婚 正当两人甜蜜时 从草丛里奔出来一个人 她相貌端庄 却没想到是一个劫匪 拿着枪明目张胆地抢夺钱财 两人没有任何防备 为了自保 只好把钱财交出去 劫匪看中了爱马手上的戒指 爱马不肯给 那是亚利给她的求婚戒指 就在三人争夺之时 强走火了 正中爱马胸口 爱马也就此身亡 亚利悲伤欲绝 连续好几个月不曾出门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她的朋友来看她 劝导她走出悲痛重新开始 亚利一直无法接受事实 这些天 她一直在研究时间机器 终于成功地制作了一台时间机器 她要回到过去拯救爱马 朋友离开后 她刮好胡子 穿戴整齐 拿上女友的相片 坐上机器 按动按钮机器的轮子 飞速旋转 随即激光连结 时间不停地往后倒转 她回到了和女友约会的那天 女友依旧穿着红色的裙子 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见到女友 亚利难掩激动的情绪 亲吻了爱马 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不再前往公园 这次和爱马去市区逛逛 她要改变过去 让爱马好好地活着 看着路上人来人往 亚利不再担心会有歹人出现 叮嘱爱马待在原地 她前去买花 在她买花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一辆马车撞倒了爱马 爱马又一次死了 亚利疑惑万分 即使她做了那么多的预防措施 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过去 哪怕她回了一千次 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爱马一千次不同的死亡 她再一次坐上时间机器 这次她打算前往未来寻找答案 时间飞速运转 机器外面的世界 在纷繁不息地进化着 藤蔓一下子缠满了窗帘 窗户换成了门 又换成了铁门 出现了街道对方的橱窗 橱窗里的模特 在飞快地变换衣裳和姿势 房子里开始陈列汽车 汽车一辆一辆地变 变得越来越流线型 亚利吃惊这些变化之余 一个不慎将爱马的相片掉了下去 那照片落在时光机器之外 马上泛黄 连照片上的人 也迅速苍老化为陈烟 亚利跨越时间的鸿沟 来到了2030年 这里的人们可以前往月球度假 电视屏幕上播放着月球度假的新闻 他来到图书馆 图书馆里已经换上了 真人交互式的查询系统 将纸质书本全部改变成电子产品 然后输入人工智能中 凡克斯是图书馆的管理员 他是个虚拟人 生活在机器里 亚利向他询问 关于时间旅行的问题 凡克斯立刻给他提供相应的书籍资料 但都不是亚利想要的答案 甚至里面还有亚利自己发表的 有关时间旅行的论文 看来要得到答案 时间还得再往后 他坐上时间机器来到7年后 他看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月亮被爆破后偏离了轨道 一块硕大的破碎月饼 正往人们的头上砸过来 一旁窜出了两个警察模样的人 想要强制带他离开 这时又一块巨石从天空中掉落 直接将他和警察分离开 他当即逃进时光机器里 快速启动机器逃离这里 但还是不小心被砸晕 整个人也昏迷了过去 手死死地压在了时间档位上 使其一直加速向前流转 不知错过了多少个沉沉昏昏 只见那绿树化为黄土 山川化为海洋 随后的冰河世纪 把一切文明痕迹都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冰原覆盖了地球 冰川终有消融的一天 水流重新孕育了生命 郁郁苍苍的森林重新拔地而起 直到中途 亚历醒来一次 将其机器拉停 但此时已经度过了八十万年的时间 人类经过了一轮的轮回 亚历被新一代的人类发现并救起 这里的人类住在悬崖上 层层搭起的竹棚是他们的栖身之所 他们重新创造了自己的语言 曾经的语言都化为遗迹 刻在石碑上 被人们当作古语所学习 皮肤纵黑的女主角玛雅出现 她热情善良地招待着亚历 亚历解释道自己是从过去而来 玛雅和同伴们说她是被撞傻了 亚历也无法解释 毕竟这样的事情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亚历暂且住在玛雅家 玛雅还有一个弟弟凯勒 凯勒天真好奇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夜晚人们总会做着同样的噩梦 穿过森林深处看到一个巨型的怪物 玛雅宽慰亚历后便继续睡了 第二天玛雅带着亚历看那些石碑 石碑记录着人类文明代代相传 玛雅很聪明 看穿了亚历此行的目的 这里的人们不同于亚历 他们不会沉眠于过去 亚历带着玛雅去寻找她的时间机器 检查机器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玛雅请求亚历如果她要走 一定要带着凯勒一块走 亚历刚想问原因 前方就传来人们的尖叫声 玛雅立刻转身跑了过去 不明所以的亚历也紧随其后 这时成千上万的魔鬼从地下钻了出来 狩猎着人们 他们长相怪异 行动却很敏捷 人们四散逃跑 魔鬼不杀人类 而是将他们打伤拖入地下 这时魔鬼成功盯上了凯勒 亚历为了解救凯勒 独自与魔鬼战斗 在一番打斗之后 魔鬼便放弃战斗返回了地下 亚历和凯勒侥幸逃过一劫 可是玛雅还是被魔鬼抓了去 亚历拼命往地下挖去 却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他愤怒地质问其他族人 族人们深知自己不可能是这群怪物的对手 亚历不再多说 他询问凯勒 他一定要把玛雅救出来 凯勒给他指明一个地方 那里就是魔鬼的巢穴 亚历和凯勒来到那里 亚历惊奇地发现 这里正是当年的图书馆 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变迁 里面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不过图书馆的系统仍可以使用 凡克斯一直在这片废墟里 他见证了这几十万年的历史 他告诉亚历 现在的世界已经被分成了两个种族 一族住在地上是伊洛族人 另一族是住在地下 也就是看到的那些魔鬼 他们是莫拉克人 学居在地底近乎于怪兽 以捕猎伊洛人为生 而他们住在森林深处 那个巨型的怪物里 也就是伊洛族人经常做的那个梦 亚历让凯勒回村里 自己独自前去 凯勒告诉他 莫拉克人把亚历的表抢走了 亚历意识到 这群人八成是朝着自己来的 因此他更要担负其使命 他慢慢地朝着里面爬去 那是一个悬崖 还有很多蝙蝠飞了上来 他顺着悬崖内壁爬到一处地方 那里的机器正在不停地运作着 魔鬼们在忙前忙后的烧火野铁 亚历看到一堆的衣服 他一眼就认出来玛雅的 担心玛雅可能遭遇了不测 一慌张不小心启动了按钮 掉入了污水池里 那里有成堆的人的白骨 亚历被吓得连连后退 一个魔鬼从后面袭击抓住了他 把他关到一处地方 在那里他见到了 被关在笼子里的玛雅 玛雅并没有太大反应 只是目光惊恐地盯着前方 跟随他的视线 亚历看过去 对面竟然坐着一个全身雪白的人 他就是莫拉克人的首领 一直在等待着亚历的到来 白面人告诉亚历 当年月球大爆炸之后 地球便不适宜生物居住了 有些人便逃入了地下 经过长时间黑暗的生活 他们已经没办法在地上生存了 于是他们把人类分成各阶层 而那些魔鬼就是掠食者 在他的掌控之下 而他致力于发展大脑智力 控制着他们的思想 而一落族人就是他们的食物 为了确保有源源不断的食物 每次捕猎都会留下一部分 用以繁衍生息 亚历听后很震惊 不认同这里的秩序 白面人智力高超 早就料到了亚历的时空旅行 也能读懂亚历的想法 即便是制造出了时间机器 也一样无法改变心爱之人已死的事实 这是轮回 也是命运 亚历苦苦寻找的答案终于知道了 此时时间机器也出现在了这里 白面人放亚历总 亚历重新坐上了时间机器 他的内心也在发生着斗争 就在白面人把表还给亚历时 亚历一把将白面人拽进了机器里 随即启动机器 两人在机器里打得你死我活 亚历清楚地知道 如果自己走后 这个世界仍会被白面人一直统治着 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过去 那自己为何不留下来改变未来 在体力上亚历终究不敌白面人 白面人抓住了亚历的脖子 亚历打破机器的蒸汽管 白面人被喷得从机器上摔了下去 由于时空的穿梭 他慢慢地化作一具白骨 消失在这世间 亚历乘坐时间机器重新回去 他把玛雅从笼子里救了出来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魔鬼 亚历决定利用时间机器制造爆炸 他带着玛雅从洞里跑了出去 时间机器在不断地运作着 失去了白面人的控制 魔鬼们也失控了 从洞里涌出 不断地追着亚历和玛雅 就在他们快追上之时 时间机器爆发 发射出巨大的白光 所过之处 魔鬼变成了白骨 整个世界再也没有了莫拉克人 但是时间机器也毁了 亚历并没有为此难过 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幸福 不再执着于回到过去 在与玛雅的相处中爱上了他 与玛雅结为伴侣 在这里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而他的朋友和保姆 也在另一个时空怀念他 他们也理解亚历 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幸福的地方 亚历走后 保姆便没有主人了 朋友邀请保姆去他们家工作 保姆也有了一个好归宿 他为主人的房间关上了灯 电影在一片祥和中结束 这部电影想象力很宏伟 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幻片 更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电影 正如电影中所说 我们都有自己的时间机器 带我们回到过去的是回忆 带我们去到未来的是梦想 与其改变过去 不如改变未来 在茫茫的太空中 两架战机正在疯狂地缠斗 飞行员威廉以高超的操作技巧 躲避敌机的进攻 他利用自己的战术 很快击毙第一个敌人 可飞机残骸也砸碎了他的战机玻璃 威廉的视野受到阻碍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疯狂举动 竟然将玻璃舍弃 让自己暴露在太空辐射中 尽管他穿着太空服 也只能坚持30秒 威廉一个战机飘移 正要对敌机开炮时 武器系统却突然故障 威廉不顾自己的安危 选择与敌机平行飞行 随后掏出手枪近距离射击 最终跟敌机同归于尽 幸好这只是威廉在系统中的模拟训练 不出意外 大胆操作的威廉再次获得最高分 作为新人飞行员中最出色的人 威廉被分配到巨大战舰卡拉迪加 参与到战斗的第一线 而与人类战斗的种族被称为赛龙人 在10年前 是人类的科学家将其发明出来 作为人类生活中的助手 甚至是军队 然而突然有一天 赛龙人集体反叛 开始进攻人类 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摧毁 双方就此展开宇宙大战 不少人都为了结束战争而踊跃参军 威廉正是其中之一 当他来到卡拉迪加战舰后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听说他曾经连杀30架敌机 威廉满心欢喜 以为自己会得到新式魁蛇战机 然后大杀四方 然而长官可不管他是不是第一 直接给他分配了老式的猛禽战机 威廉十分不满 但遭受了长官的训斥后 还是乖乖地接受命运 他来到战机旁 发现工作人员正在维修 而威廉的副驾驶库克 则在收拾一摊血迹 当库克得知眼前的新人 就是自己战机的驾驶员 顿时一脸的不乐意 威廉问起他的前任驾驶员 威廉正要道歉 却被库克一阵怒喷 还给他起了脱壳机的外号 威廉也只能接受 很快命令来了 两人来到舰长的面前 得知库克的服役日期还有40天 舰长还想挽留 但库克趋意已决 紧接着舰长看到威廉 根据他的教官所说 威廉是驾驶战斗机的天才 但性格却是十分自大 对于这样的人才 舰长通常会让他们干后勤工作 这次也不例外 两人被舰长命令运送货物到天蝎座船屋 一来一回四天时间 足够熄灭威廉的热情 威廉的表情瞬间难看 库克则十分开心 毕竟不用担任危险的作战任务 两人到浴室洗澡 威廉刚好遇到偶像 于是撞着胆子上前 请求他传授自己战斗技巧 然而偶像显得十分不耐烦 而且他提醒威廉 说这一切都在胡扯 威廉不明所以 哪怕是男女混浴 也没心情到处乱看 甚至他洗完澡 还差点拿错毛巾 不过美女也并未怪罪他 很快到了任务执行的日子 威廉和库克检查战机 但后勤只给他们两枚空对空导弹 还说什么物资紧缺 没办法 他们也只能凑合 然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要运送的货物 正是之前那位美女贝卡 两人面面相去 还是选择了登上战机 就在战机离开了 卡拉迪加号探测范围后 贝卡突然拿出一个信封 声称这是新的命令 将目的地改变为明和号战舰 在到达之前 他们不能主动联系任何战舰 同时飞船的最高指挥官 变更为贝卡 库克面色难看 好好的后勤任务 如今成了秘密行动 但这份来自指挥部的命令 他们必须遵从 很快到了深夜 威廉正在用全新眼镜训练 却突然出了故障 于是贝卡主动上前修理 他此时说出自己的身份 曾经的软件工程师 参与过研发赛龙人 并升级了他们的处理核心 让他们更加聪明 这让本来对贝卡有好感的威廉 顿时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前方驾驶的库克突然呼叫 他们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并且发现了明和号的位置 贝卡当即下令 让库克呼叫明和号 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应答 他们继续前进 在绕过一片小行星后 他们见到了明和号 准确来说是明和号的碎片 很明显 明和号遭遇了赛龙人的袭击 已经全军覆没 就在他们四处探寻幸存者时 雷达突然发出警告 三架敌机正在接近 幸好威廉操作技术高超 躲过敌机的进攻 但库克发现战机的自动瞄准系统失控 于是他们迅速戴上作战头盔 威廉四处躲闪 趁机用导弹击落第一架敌机 然而要对付第二架时 导弹却射偏了 这下他们没了空对空导弹 库克来到机尾 利用机枪干扰敌机 并顺利干掉第二架 然而机枪也出现了故障 他们已经没有武器可用 威廉想到了办法 他来到明和号引擎附近 果不其然 引擎仍然在运作 威廉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开始计数 利用巨大的引擎压碎了第三架敌机 虽然过程十分惊险 好在他们最后躲过一劫 库克当即表示需要返航 威廉也举双手赞成 但贝卡却不同意 他让库克在固定频道上发射信号 没想到立刻就得到回答 是一个在敌战区内的坐标 贝克让他们赶往坐标锁在地 这无异于送命 库克坚决不同意 但贝卡和威廉都十分坚持 他也没有办法 于是战机还是赶去坐标地点 库克发现这里宇宙辐射极强 雷达基本不起作用 然而当他们穿越小行星后 居然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好在经过无线电应答 得知这里原来是人类的舰队 当他们靠近时 库克和威廉惊奇地发现 这些战舰在资料中都已经被击毁 贝卡告诉他们 这就是幽灵舰队计划 利用资料骗过赛龙人 然后将舰队隐藏在他们眼皮底下 随时给他们致命一击 威廉三人来到欧基里斯号 从指挥官这里得到命令 安全护送贝卡到冰雪星球 上面有一支特种部队等候 之后的事就不用他们操心 很快欧基里斯号开始空间跳跃 经过四次跳跃后 顺利来到冰雪星球附近 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附近竟然有一艘赛龙人的母舰 指挥官派出两架战机掩护威廉 其余战机与欧基里斯号一起 竭力拖住敌军母舰 但敌人的部队实在太多 欧基里斯号的武器仓口受损 为了掩护任务的成功 指挥官当即下令 全力撞向赛龙人母舰 随后按下了核武器按钮 欧基里斯号与敌军母舰同归于尽 另一边的三架战机 虽然来到冰雪星球 却被敌机紧紧缠着 为了完成任务 负责掩护的战机 也选择了同归于尽 敌人虽然被禁术击毁 可威廉的战机也严重受损 只能迫降到冰雪星球 现在他们失去了战机 若要成功返回 只能依靠其他人的救援 于是威廉当即决定 护送贝卡与特种部队会合 等完成任务后 再一同返回卡拉迪加号 他们长途跋涉 来到预定会合的山洞后 发现已经来晚了 山洞里到处都是尸体 库克几乎精神崩溃 吵着闹着要回到战机 然而山洞内部突然传来动静 威廉上前查看 当他一回头 发现库克和贝卡掉进了岩洞 威廉绑上绳索企图救援 可惜绳索不够长 他只能跳进岩洞中 威廉猜测一定有其他出口 然而不等他们开始搜索 突然有怪物袭击他们 库克被怪物扑倒 由于他们贴得太近 威廉迟迟不敢开枪 此时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一枪解决了怪物 随后带着三人离开岩洞 原来他就是在此地的 特种部队队长杰斯 可惜如今只剩下他一人 杰斯告诉他们 赛龙人用这颗星球 作为生物测试地点 这些怪物就是他们的试验品 杰斯的队友们 就是被怪物偷袭所杀 贝卡提出要赶往目的地 但杰斯坚决不同意 此时星球正处于风暴中 而且外围还有赛龙人的巡逻队 他提出可以到安全屋过夜 明早再出发 于是杰斯带着三人出发 他所谓的安全屋 就是眼前的滑雪旅馆 当初赛龙人攻下这颗星球后 将这里改造成他们的储藏基地 不过随着战争的推进 这里很快被他们废弃 杰斯为了安全 在安全屋周围布下了地雷 他带着三人进入其中休息 很快夜幕降临 威廉找到贝卡谈心 得知他的丈夫已经过世 并且还是军队中的传奇人物 曾经与一个小队的赛龙人同归于尽 然而贝卡却告诉他 丈夫根本不是什么英雄 当初他第一次出任务 不慎遭遇队友的误杀 军队高层为了树立英雄形象 才编造出这样的谎言 威廉简直要世界观崩塌 他这时想起了偶像的话 果然所谓的英雄都是胡扯 贝卡尚且安慰 忽有好感的两人干柴烈火 顺利地睡在了一起 到了深夜时分 威廉听到钢琴的声音 他出门查看 发现库克在演奏 两人第一次深度交心 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就在库克调笑他跟贝卡时 安全屋外突然发生爆炸 看来是敌人触发了地雷 两人立刻武装起来 威廉去寻找贝卡 却发现他已经不在房间 两人只能摸索前进 那边的杰斯虽然勇猛 却还是被赛龙人击中 惨叫响彻屋内 贝卡慌不择路 走到了赛龙人的实验基地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人类躯体 很明显 他们企图获得人类的样貌 此时一个敌兵闯入实验室 发现了躲藏的贝卡 可他并没有发动攻击 反而开始扫描贝卡的项链 此时库克赶到 迅速开枪解决了士兵 太阳照常升起 然而库克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他持枪对准贝卡 逼问他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贝卡迫于无奈 只能告诉他实情 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是一个赛龙人自动通讯矩阵 贝卡在破解了其中的程序后 会上传一个特殊病毒 隔绝赛龙人之间的通讯 而病毒就储藏在他的项链中 得到了答案的库克终于放下枪 最终目的地 这里由于是自动通讯矩阵 所以没有士兵看守 贝卡轻松进入其中 随后开始传输项链 其料库克突然从背后袭击 贝卡中枪倒地 库克情绪激动 声称贝卡是赛龙人的间谍 库克看到了士兵没有杀他 反而在扫描项链 随后库克看向屏幕 发现项链里根本不是病毒 而是幽灵舰队的地点和信息 威廉正不知所措时 贝卡突然开枪击倒了库克 事到如今他也不装了 贝卡声称自己是为了结束战争 赛龙人只是被迫反击 当人类意识到自己无法取胜后 就会选择和谈 威廉不敢相信 贝卡居然会是叛徒 他明明也看到了赛龙人的人体实验 难道这也是被迫反击吗 贝卡已经走火入魔 根本不听威廉劝告 反而一枪将其击倒 就在他要击杀威廉时 手枪却没了子弹 威廉起身后 抄起步枪扫射设备 强制中断了传输 可惜还是泄露了大半信息 威廉带着库克离开 留下贝卡自生自灭 好在最后的关头 两人被营救部队发现 而另一边的贝卡 却被赛龙人发现 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一半的人类躯体 尽管贝卡帮了大忙 却还是被他残忍杀害 威廉回到卡拉迪加号后 舰长才告诉他真相 原来他们一早就知道贝卡的目的 所以来了一招将计救计 提前转移了幽灵舰队 趁赛龙人全体出动时 他们则趁机重创赛龙人基地 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而威廉也因战功 得到了新式魁蛇战机 为了纪念即将退役的库克 威廉决定给战机起名托克机 战斗仍然在继续 可希望之光永不灭 公元2199年 地球遭受外星生物的辐射攻击 宇宙舰队集结全部战力进行防卫 却惨遭覆没 只剩一艘宇宙战舰大和号幸存 由于地面完全被污染 人类面临灭绝危机 迫不得已只能藏身弟弟 在黑暗的时代等待曙光降临 主人公古代在这次意外中 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某天他在一次地面搜查中 被由外星发送过来的通讯胶囊砸中 奇怪的是 即使暴露于辐射之中 他仍旧毫发无伤 舰长也对他很是好奇 不过古代和舰长有着深仇大恨 当年他的哥哥曾是大和号的一员 却在攻击中死去 在他看来是舰长拿他哥哥做掩护 使得防卫舰队全军覆没 自己却活得逍遥自在 面对古代的质疑 舰长也只能沉默不语 因为他身上背负着重大的责任 外星敌人很可怕 而且他们对敌人的目的和身份一无所知 为了能让人类免除辐射的侵入 舰长请求远征外太空 为人类的生存而奋战 因为那枚通讯胶囊里面 隐藏着关于外太空的重要信息 似乎是外星敌人有意为他们提供 关于除放射能装置的信息 此时地球的状态 已经越来越不适宜生存 去往外太空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因此他们决定派宇宙战舰大和号 前往伊斯坎行星 并且征召有意参加的志愿兵一起前去 古代也在其中 他加入了战斗组 就这样大和号在人类的期望中出发 大和号配备了精良的装备 能有效抵抗外星舰队的攻击 尤其是波动炮威力巨大 古代的这次归队 他从前的队友很是兴奋 跑来为他庆祝 森雪却很是郁闷 他曾是他哥哥的一名队友 在那次的战斗过程中 古代本该一起并肩作战 可是他却消失不见 他骂古代是胆小鬼半路退缩 两人也因此结下梁子 很快大和号第一次空间穿梭开始 战舰穿过一片白色星云 来到了另一片宇宙空间 转瞬而来的是外星舰队的袭击 舰长命令战斗机出动 攻击敌方的时空穿梭引擎 森雪一人驾驶战机抢先出发 他们通力合作成功摧毁了敌方舰母 就在战斗机返航之时 森雪却出了事 他的战斗机被太空碎片击中 氧气泄露无法飞行 此时大和号将要进行第二次空间穿梭 古代虽和森雪有过矛盾 但他不愿看着队友死于非命 和当年他哥哥一样 主动请求出发去救森雪 这时又有五架敌方战舰向大和号靠近 不同于上次攻击 他们是自杀式冲撞 那是失去归属的战斗机 大和号也只能一边等待着古代的归来 一边迎接着敌方舰队的攻击 森雪通过战机里的逃脱装置 成功逃离原有战机 与古代的战斗机会合 在敌方的大量攻击之前 古代及时回到大和号内 紧接着空间穿梭进行 大和号终于逃过了此次危机 但是这次古代因为不遵守舰队的纪律 被舰长关了禁闭 医生和一名队友来到禁闭室里看他 给他送上韭菜 在聊天中古代得知 不只是他一人失去了重要的人 舰长的儿子也死于那次战斗中 舰长并没有他想的那样不尽人情 毕竟战斗险恶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很快大和号将要离开太阳系 去往人类未曾涉足的宇宙事件了 舰长破例让每一名船员 都与自己的家人进行最后一次通话 古代也将解除禁闭进行通信 通讯室外遇到森雪 因为这次的救命之情 森雪对古代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在通讯室里古代也只是坐着 因为他早已没有了家人 这电话还有什么可打的呢 队友也告诉森雪关于古代的事情 当年古代因为父母的双亡离开了军队 至此悲伤过度 消沉不振 并不是懦弱而临阵逃脱 而是哥哥的死亡又带给他巨大的打击 森雪对古代的误会也终于解开 此时大和号正向着伊斯坎兴前进 刚进行完一次空间穿梭 大和号附近出现了不明飘游物体 正是一架遗落的外星战机 于是他们立马捕获了他 也许这对了解敌人有帮助 飞船小队正采集这架机体的样本 这时战机里突然冲出来一个外星人 齐腾冲上前把他击落 外星人这时附身在齐腾身上 齐腾转而失去了意识 两眼发出白色光芒 拥有了外星人的意识 他告诉众人地球是属于外星人的 对地球的攻击也只是为了改良地球 听到这里古代很愤怒 把附身于齐腾身上的外星人打了出去 齐腾也终于恢复了正常 这时舰长的病情愈发恶化 已经不足以承担指挥领导的重任 他把古代叫来 让古代担任代理舰长 接替他的职务 因为古代和他哥哥一样能力出众 是最好的人选 舰长让古代放手去做 古代也接下了这个重大的任务 刚担任重任 大和号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那艘外星战机正在发射电波信号 敌人会根据信号攻过来 为此他们立即抛弃这架外星战机 所有战机准备出动抵抗敌人 此时敌军正源源不断地攻过来 大和号的第三舰桥受到损伤 里面的几名船员被困在里面 古代发动命令启动波光炮 把敌方的大型船舰炸得灰飞烟灭 不幸的是第三舰桥的能量值极限上升 很快就会发生爆炸 到时候整个大和号就会灰飞烟灭的 古代必须做出指示 此时的他也终于体会到了当年舰长的无奈 迫不得已 古代也只好命令三雪 驾驶战机发射导弹摧毁第三舰桥 里面的几个人也在爆炸中牺牲了 事后古代内心过意不去 来找舰长卸下自己代理舰长的职位 这个时候他也终于理解了舰长 舰长告诉他结局并不是用来后悔的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握现在 带着人类的希望去拯救地球 这次事件他并没有错 古代找到森雪 为他自己发出那样的命令而道歉 森雪也非常理解古代的万般无奈 两人相拥而弃 彼此的心也慢慢靠近 在最近的一次空间穿梭中 大和号也来到了伊斯坎星附近 那是一个与地球相似的蓝色星球 与此同时外星战机也出动攻击 大和号发动全炮塔射击 糟糕的是波动炮的炮口被敌方堵住了 来不及躲避了 敌方舰队正接连不断地攻来 古代也只好强行发动空间穿梭逃脱 此时大和号来到了伊斯坎星的背面 背面的星球却如同荒野一般 通过对外星导弹的检测 他们发现也许这正是加米斯的陷阱 关于除放射能装置说不定是一个谎言 古代坚信着舰长的信仰 他准备登陆伊斯坎星 确认外星人的真正意图 古代召集大和号的船员 深入伊斯坎星地下位置 这期间会有外星舰队的袭击 所以此次出征十分危险 可能会因此陷入外星人设置好的陷阱之中 但即便是黑暗中的一线光芒也好 为了全人类的存活 他们也必须这么做 古代也亲自出征冲在一线 战机穿越重重障障 垂直冲向地下深处 刚一靠近外星雷达就探测到了 无数导弹顺势而发 战斗小队穿过导弹的攻击 顺利在地表处着陆 几人驾驶着坦克越野车 向着外星人大部落发出重重攻击 古代召唤出机器人 掩护小队逃出了外星人的围攻 在逃跑途中 一只巨大的外星人 发出冲击波掀翻了车子 为掩护古代他们的行动 几人主动提出留下来坚持 让古代他们先走 这时战斗小队也只剩下了四个人 他们来到了坐标指示处 中心位置有一颗发光的装置 森雪靠近触摸它 瞬间被附身 外星人说 他一直在等待着地球人的到来 舰长也曾告诉过古代 除放射能装置根本就没有 通讯胶囊里也只有坐标和设计图 而古代在高辐射的环境中活了下来 秘密就藏在里面 说明外星人一定有储蓄放射能的本事 这也是古代非要登陆伊斯坎星的原因 外星人是更高级的意识体 在这个意识体中 一面称之为伊斯坎 另一面则是加米斯 这颗星球很快就要消亡了 但是加米斯却想要灭绝地球人 把地球改造让他们生存 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伊斯坎 是他们把通讯胶囊传送到地球 而他们能帮助地球人除去放射能 说完森雪就恢复了正常 他们来到加米斯的中枢位置 毁了加米斯对地球的攻击就会停止 齐藤和另一名队员决定去摧毁中枢 让古代和森雪返回大核号 把地球拜托给他们了 齐藤两人装好了爆炸装置 但是外星人的攻击太过猛烈 两人最终永远留在了这里 死前启动了爆炸按钮 加米斯的中枢被成功地摧毁了 古代两人乘坐飞船安全返回大核号 古代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舰长 舰长此时已病入膏肓 但他还是为此而高兴 人类终于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大核号驾驶着幸存的人们 向着地球的方向前进 再过不久他们就能到达地球了 舰长也在对地球的怀念中安详理事 可就在这时 大核号受到剧烈撞击 眼前出现了一支体型巨大的战舰 在他们背后 加米斯凝聚成一张人脸 随后又幻化出人形 告诉他们 当年加米斯在与地球的战斗中 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但他们不会因此把地球交到人类手上 地球马上将要毁灭了 得不到那就要把它摧毁掉 说完他正进行着可怕的核反应 为了拯救地球 大核号无论如何都要击落他 只是现在波动炮不能用了 一旦发射 大核号就会爆炸 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古代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 决定让全体人员撤退 自己留下来发动波动炮 小组成员虽有不舍 也只能听从古代的命令撤离 只有森雪一人死活不肯撤退 他要与古代一起共生死 两人早就已经是生死之交 古代不愿看着女友陪自己一起死 他迷晕了森雪 把森雪交付给其他人撤离 他们乘坐着一艘运载舰返回地球 而大核号准备击破加米斯导弹 众人为古代行了最后一次礼 森雪醒来后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古代去送死 就这样古代启动波光炮 他眼神坚定 为了那些牺牲的队友们 他也必须这么做 大核号与导弹相撞爆炸 形成巨大的星云 古代也消失在这片星云之中 故事的最后 地球上的放射能消除 重新恢复了生机 森雪他们也回到了地球 他珍藏着古代的相片 后面跟着的是他们俩的孩子